国内本土确诊个案在最近两天累计暴增了将近400例 那么专家认为其实现在的确诊数是反映过去几周的感染数 并非是现在进行式 由于高风险社区进行广筛 预计未来几天个案数还会大幅的上升 但只要持续的筛减 加上民众持续的落实防疫 预期在7天之后 感染人数就会逐渐下降 疫情升温五国接连出现百人以上本土确诊案例 但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走向趋缓 从感染新冠病毒的潜伏期来看 超过50%以上的感染者都会在5到7天内发病 专家推估未来几天病例数仍会上升 但主要都是反映过去数周已经发生的疫情 而不是现在进行式的病毒传播状态 这也意味着只要没有出现新的感染源 门土疫情渴望在7天后慢慢讲文 我看到数字很高的时候 不要害怕不要气脸 因为他反映的应该都比较是无既定的事实 现在的作为是最重要的 只是我国的确诊数天花板到底在哪里 台大儿童医院院长黄立民指出 关键就在台湾采取哪一种防疫手段 虽然国外在封城时能有效降低确诊数 但解封后往往病毒又会再传播出去 只要封城的时间点不对 反而会有反效果 台湾现阶段如果采取封城 似乎是太激烈的手段 最重要还是要严守14天关键期 扩大筛检 把感染者都找出来 比如说那时候已经感染了2000人 我们没有办法 7天之后把2000人都检验到的话 那当然它会后面慢慢出现 只要没有新的感染源 筛检能量不是平静的话 大部分会在17天14天 就会慢慢降下去 有轻微症状就要立即裁剪 唯有持续弱实防疫才能阻断病毒传播 就已经顺 台北报导